《金刚上师》 我们在谈金刚上师 这个密教里面的金刚上师 他本身是跟金刚萨斗 有四耶的 也就是三昧 四耶就是三昧 你做阿世雷灌顶的时候 这个灌顶叫做不退灌顶 不退 因为你金刚本身来讲 就是不变了嘛 就是不退了 当然金刚上师还退的 跟本人金刚上师 这四个字他都不懂 他都不知道的 在密宗道次第管律里面来讲 阿世雷灌顶又叫做不退灌顶 你跟金刚萨斗本身有了四耶 你是代表金刚萨斗的 你是象征金刚萨斗的 你是金刚心啊 不变色不变体的心 要舍能够能够为佛菩萨行事的 这个就是金刚上师 那么金刚上师也分成四等 第一等是阿世雷 他明白所有这个修法的仪轨 修法的仪轨他知道了 这是阿世雷 再来是大阿世雷 他不但明白啊 密教里面修法的仪轨次第 他也深深地懂得佛理 他也知道佛理 这个如来的智慧 他明白 他也知道这个修行的四法 的这种程序啊 赤地啊 仪轨他明白 这是大阿世雷 还有就是金刚阿世雷 他已经有了相应了 他理法跟四法都清楚明白 势力都明白 已经有相应了 这叫做金刚阿世雷 那么再来呢 就是大词名金刚阿世雷 也就是他本身啊 已经能够跟金刚萨斗 完全合一 金刚心行一切金刚萨斗的事 他已经能够啊 可以讲啊 最高的境界啊 是可以可以讲 他已经开悟了 他已经明心见心了 他能够教授所有的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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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也能够民心见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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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好啊 以后 大家阿世蕾一律平等 事实上也有阿世蕾 大阿世蕾 金刚阿世蕾 大痴名金刚阿世蕾 明白仪轨的就叫阿世蕾 明白佛理的就是大阿世蕾 事理通通延隆的 有相应的金刚阿世蕾 最高的大痴名金刚阿世蕾 已经开悟了 也能够教所有的弟子明心见性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教授师 也可以讲起来跟密宗道次第广论的四部有关系 我自己是私下这样子认为 密宗道次第广论里面提到的四部是四部 行部 宜家部 无上部 那你明白四部 这是阿世蕾 你能够行法的 叫做大阿世蕾 你已经相应了 就是宜家部 相应了就是宜家部 就是金刚阿世蕾 你已经达到无上部了 就是大痴名金刚阿世蕾 刚刚好 相对 这个四部 行部 宜家部 无上部 跟四等阿世蕾 刚好相对 那当一个阿世蕾是很不简单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 征佛宗里面的阿世蕾 很规定 很严格 规定很严格 也不随便 随便那个的 不是说你捧多少钱来 好 就买一张 就给你阿世蕾证书 没有的 没有的 必须要 要观察一阵子 要看你 是不是以福报够 是不是有智慧 是不是你禅定 禅定真的很深 深堪 你能够得到圣身的禅定 这是很重要的 那么对于这个金刚阿世蕾 也必须要有礼貌的 有礼貌的 当弟子的要懂得对金刚阿世蕾 教授师的一种礼貌 总之这个礼节方面 都在于这个恭敬上面 恭敬两个字可以代表一切 一切的行为 言语你对这个金刚阿世蕾要恭敬 跟对这个仁波切一样的 仁波切佛佛 你也是一样要恭敬的 在言语上好像是说 根本上是在讲话 那其他的弟子在听 那么这些讲讲讲 突然间里面 诗底下两个讲起来 讲得很大声 这个声音都超过 超过我的声音 这个就是有诗恭敬 大家知道的吗 我在讲的时候 底下也有人在讲 到底是我讲还是你讲 还是你来讲 还是我来讲 这个就是言语上的 这个对上师 对金刚上师本身就是要这样子的 不能我在这里讲 你也在底下讲 甚至你的声音大过我的声音 再过来我还讲一半 你马上就插口进来 讲你的 这个就是言语上 对这个上师 对金刚上师本身要恭敬的地方 那么在行为上 四四法五十 诗讲得很清楚 你在根本上师面前 抠香港脚 对不对 一只脚翘起来 在那边抠抠抠 这个是不行的 还有呢 这个斜斜躺的那个姿势 你在 摄政在跟你讲话 你还抽烟 这个姿势怎么 对不对 这个在行为上 本身来讲就是不行的 一看 这个就是不礼貌的行为 好 一看到师尊 师尊 给你供养 这一只手这样子啊 好像给你供养 用丢的 这个就是行为上的 这个对金刚上师本身来讲 就是不可以的 在时间上的分配很重要 因为每一次大家邀请这个 卢师尊去洪华 一定要把我炸干那油 好像那个好像 那个索金啊 那个水要把我炸干 安排的连自己时间都没有 从清晨一直炸到晚上十二点 还有什么会啊 什么会啊 一下子这个是上师会 这边是法师会 再来一班会 再来是同门会 什么会 一大堆的 从早给你忙到晚 这个时间上安排的 红华 红华后面安排 一定要给根本上师 或者上师 有几个小时 属于自由的时间 他本身也要静坐 也要打坐 也要休息 所以这个是一种恭敬 我们晓得在时间上安排 也是这样子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Om Ma Ni Ben Mi Hom